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Lam频道 今天阿Lam继续和大家分享梅恩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和大家分享了部分梅恩参与录音的长篇乐曲 但未分享完,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 因为他也录过很多唱片乐曲 首先是1959年的《金星唱片公司》 剧目是《三审玉堂春》 参与录音的有梅恩、钟云山、崔苗芝、胡家、何柏江、朱绍波、陈铁线 《阮少龙》和韩迅 接着是1959年《娱乐唱片公司》 剧目是《双仙拜月亭》 参与录音的有梅恩、何非凡、陈铁线、陈铁线、陈铁线、白龙珠、简耀佳、朱绍波 然后是1959年《娱乐唱片公司》 然后是1959年《娱乐唱片公司》 剧目是《广东顺舞桥》 参与录音的有梅恩、江平、崔苗芝、钟智雄、陈彩兰、张省飞和朱绍波 然后是1960年的《娱乐唱片公司》 就是剧目《香江花月夜》的上集 参与录音的有梅恩、李宝盈、郑君棉、盧少平 谷炎炳文、苏燕美、陈彦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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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绍波 《幸运唱片公司》 剧目是《光水王》 《祭真妃》 参与录音的有梅恩、天涯、崔妙之、 邓碧雄、何燕燕、劉少文、譚文和麗儀 然後是1960年《金星唱片公司》 劇目是《十四年慈母雷》 參與錄音的有梅恩、小千歲、崔妙之、 梁碧玉、阮少蘭和何柏江 然後是1957年 《幸运唱片公司》 劇目是《高均堡》、《思探刑房》 一起錄音的有梅恩、黎文索、 《宗麗勒》、《宗麗勇》、《楓玉玲》、 《孟玉玲》、《笑新拳》 然後就是1958年《娱樂唱片公司》 劇目是《楊乃母與小白彩》 参与录音的有梅恩、崔苗芝、钟志雄、 江平、陈凤仙、朱绍波、 石燕仔、张省飞、朱老丁 1959年娱乐唱片公司 火网繁工十四年 参与录音的有梅恩、钟云山、崔苗芝、 陈锦棠、陈凤仙 然后到1959年美声唱片公司 剧目是《恨不相逢未嫁事》 参与录音的有梅恩、天涯、崔苗芝、 盧少平、莫金城、邓玉霞 接着是1959年行云唱片公司 剧目是《佛前灯朝藏元红》 一起参与录音的 还有梅恩宿本人 另外还有黎文所、钟丽荣、小金螺、 何燕燕、余慧芬 然后是1959年行云唱片公司 剧目是《云化摇台夜合花》 参与录音制作的 有梅恩宿 另外还有钟云山、崔苗芝 和琴姐、李香琴 然后是1961年行云乐唱片公司 《梅沃一笑九重渊》 剧目是《梅沃一笑九重渊》 参与录音制作的 是梅恩宿 另外还有保盈姐、李保盈 江萍、钟志鸿、陈彩兰、陈铁线、 陈铁线、朱绍波 然后是1961年行云乐唱片公司 剧目是《三连一哭二郎桥》 参与录音是梅恩、钟云山、陈奉仙、 杰影韩、陈望三连一哭二嫉忍、陈贝 陈柏园寓、陈铁anie、陈银、陈铁线、陈铁线 めて到1963年会設亦是《时代甩片公司》 劇目是《琵琶江上琵琶血》 参与录音的有梅恩、钟云山、黄金爱、邓碧雄 林锦棠、楚善云和新寮合怀 接着就是最后一张唱片 1957年红运唱片公司的出品 劇目是《汉武帝 叶梦慧夫人》 参与录音制作的有梅恩、崔苗之、 新淫劍暉、明俱阳、琴姐李香琴、何燕燕 今天和大家分享梅恩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完畢了 但未说完 除了梅恩书录了很多长篇欲曲之外 他在TVB做过很多配音的工作 很多他配音的角色都相当出色 是家传互晓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的 就记住留意下一集的播出 下一集我们将会讲梅恩在TVB的录音 录过什么剧集和角色 希望大家到时留意收听 今集就讲到这里 喜欢这条片的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梁频道 好今集就讲到这里 拜拜